来 今天我们去充电站 看一下都停了些什么车 唐大巴 4.5秒破版 送Pass 小鹏的P7 Model Y Model 3 又是Model 3 你想忘 猜一下是什么车 吉星2 开这个车的人应该是蛮有品味的 双电机长续航版本 有78度电池多 而且它的NEDC续航是512公里 而我们今天的目的地就是 华南第一大的湖泊 河源的万绿湖 黄埔区那边单程是170公里 对于这台车子 应该来回不用充电了吧 所以今天简单的去设一下 标准的 然后单踏板模式关 缓形是要开的 它这套领航辅助有个好的地方 就是它速度为零 也可以直接一键进入 然后清点一下油门 它就可以把整套系统 包括ACC 还有车道 居中 都给你打开 看一下它能不能自己转过去 不行 这种弯还是太大了 它这个只能在比较直到的情况下去用 它这能耗真的是相当高 百公里21.8度 好 那么到我第一个服务区 已经开了80公里 只有78%的电量 接下来还能走360公里 休息一下 上个洗手间要再出发 我们终于要下高速了 它这里动态显示我只剩220 然后仪表板是290% 56%的电量 目前这一段的电号 基本是在21.4度 21度这样子 都真的还蛮高 但是你要注意到我的车速 也去到了平均的84 所以这个电号可以理解了 跟赵洪书上面的有点差距 一眼都看不出来 有什么三卡拉丁吗 我看这路怎么这么浪 这不会成底盘吗 跨界车 所以它底盘会比普通的轿车更高一点 而且现在是双电机四驱的版本 哇 你看 嗯 别到坑里面好了 我臭我臭 我臭到 我臭我臭 问题不大问题不大 这要是现车了 就没人救我们了 这悬架还是很舒服的是吧 所以那个是什么 那个是遗址吗 可能是他们的古春落 这个其实是人工的湖泊 它很大嘛 可能是牺牲了周围一些村落 是有些往往快快这些 那倒是古董 哈哈哈 应该挖几块回去 我们就不打交吧 所谓的黄湖路吧 其实是稍微远离湖边的 但是呢 这条路 这种弯道爱开车的你一定会觉得很爽 哈哈哈 这四驱的循迹性很强的 这台车子可能在A级车里面算强的 但是你说在这些山路上看 尾巴好像跟没有似的 紧紧的贴着我的背 哎 我们不是来看风景的吗 哈哈哈哈 怎么变成偏观了 那我决定回程还是自己开不用ACC啊 预估电量还有6% 但是它这个是比较跳的 它一下2%一下3% 现在一下6% 还是来充一下电修计一下吧 故障 又启动失败 不是吧 什么问题 为什么呢 你的手机问题 这么奇怪的吗 所以说这iphone13还不如iphone12 刚才这位大哥问就是小鹏吗 不是很像啊 logo确实蛮像的 跑一个梅州的 差4公里就到服务器 直接就没电了 只有报警然后叫拖车 10公里以内的420 车上有几个人一个人加50 基本上到天搞到10点多 马上 凌晨了 那我现在基本就是满电复活了 然后我要把驾驶状态调整一下 霍霍它一下 确实快 确实有劲 但是我居然干不过一台GN8 这个车子真的 感觉好紧凑 在山路上在高速上 哪怕你两吨多 你还是身轻如燕 我开了单踏板之后 它的自动效果确实强上很多 就要猛踩 刚是20.8度 现在才21.1度 好省电 而且整个车真的相当安静了 这120左右才会有 比较明显的风切声 所以这台车子长途巡航 还真的不错 像今天的场景 我觉得这台车子是很合格的 特别是它那货币箱 真的相当大 兼备车就有这种优势 当我们周末把自己的帐篷 把自己的厨具往后一丢 然后来一次说走就走的状态 那真的是很适合这台车子 那今天的行程确实是比较强了 350公里 能耗21度左右 无论ACC 还是我个人开 基本就是正负0.5这样子 那对于这种双电机车型来说 而且匹配的是一些运动胎 这个电号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如果你想要更长的行程里程 一定要把单踏板打开 那后面我们简单的测试了一下 确实掉电速度会慢上许多 然后最后灵魂疑问 这台极星有着不错的外观 不错的配置 以及相当不俗的运动性能 如果说30万让你选的话 你会选极星2还是model3 我该下班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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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